下面要介紹的因素叫做溫度 溫度呢,我們在理化物理上 溫度的意思就是所謂的平均動能 動能要博山才叫,就是動得快慢 所以溫度越高,動得越快 所以碰的機會就越大 各位想像,各位在這個教室裡面 大家慢慢走 碰到機會這樣 其他人都用跑反應速度往前衝 碰碰碰碰的撞成一堆 所以碰撞機會會變高 因此有效碰撞的比例就會增加 而且碰的時候能量會比較大 所以就更加大幅的提高有效碰撞次數 所以可以大幅的增加反應速率 第一個,你碰的機會會變多了 所以有效碰撞機會會變多 第二個,你的能量變大了 所以有效碰撞機會會變高 所以加熱是一個很有效 來提高反應快慢的方法 所以我們經常會在做化學實驗的時候來去加熱 希望它反應會變得快一點 就是溫度的影響 這邊一樣是剛才那個動畫 可是現在我們要考慮的是溫度的影響 我們要考慮的是溫度的影響 好,來 我們一樣 現在我們來做做實驗 然後我們現在放個20顆 20顆 然後呢,我們來開始做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東西多少 就是實驗 然後呢,現在是這樣子 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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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我們現在來想辦法加熱 加熱 我們想辦法加熱 讓它加熱 你會發現它加熱之後 它的反應就會變快了 又會變多了 更熱一點 然後讓它很熱很熱很熱 超級熱 它就會,反應就會變得很快 好,所以溫度會影響我們反應的快慢 溫度會影響我們反應的快慢 OK 溫度越高反應就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 這件事要記住 那有一個偉大的數學關係 就是上面講的 一般的狀況大概增加十度C 會翻倍,會double,會加倍 高中再來歪就好了 國中聽過就算了 國中聽過就算了 溫度越高 反應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 沒有成正比 OK 溫度越高 反應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 不是溫度變兩倍 反應就會變成兩倍 不是這樣 OK 這樣就可以了 黃色的字是重點 那白色的字就看看就好了 那國中並不重要 國中並不重要 OK 這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我們要透過做這個實驗 讓各位了解 溫度跟反應速度的關係 剛才跟你講過的 硫帶硫酸鈉加西鹽酸 會產生黃色的流程電 那我就去看那個沉澱 來知道反應誰快誰慢 第一件事情 請記住 硫帶硫酸鈉跟鹽酸 作用產生黃色的流程電 上一次石牌國中在考這一題的時候 他有考那個會產生二氧化流 他有考那個會產生二氧化流氣 那一般考是考那個會產生黃色的流程電 嘴硫帶硫酸鈉加西鹽酸產生黃色的流程電 我就看那個沉澱 來知道誰反應快誰反應慢 我怎麼看呢 我怎麼做呢 我找一個畫有十字的白紙 放在錐形瓶的下方 然後往裡面倒我的流段 流酸鈉跟西鹽酸 它產生混濁沉澱 就把那個十字遮住 倒下去開始計時 計時到你遮住十字為準 那麼然後溫度是十度做一次 二十度做一次 三十度做一次 不同溫度去做它 然後我們大家都是把十字遮住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我們的沉澱量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題的叫做沉澱量固定 但是時間不一樣 那就曉得花的時間越短 就表示反應就會怎麼樣 越快 花的時間越短反應越快 所以我們在這一題 沉澱量是定值 沉澱量是定值 都是剛好可以遮住十字 那麼我們去量時間 那誰代表反應的快慢 誰代表反應的快慢 沉澱 不是溫度是以我的變音 我要知道反應 他們講過溫 時間越短 反應越快對不對 所以表示誰是代表反應的快慢 時間的導數 幾分之公公 我單位時間內產生的量 量一樣 所以是時間 所以時間的導數代表反應的快慢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 注意我的沉澱量是所謂的控制變音 大家都一樣 然後我去看時間 時間 時間越短的 反應就會越快 所以時間的導數 就代表反應的快慢 非常代表反應的快慢 OK 應用的實力 夏天東西容易壞掉 因為夏天天新熱 反應快 然後細菌什麼這些作物比較快 你就可能在這個操身體啊 就壞掉了 OK 然後呢 冬就到過 就把它放到冷凍庫冷藏 就溫度比較低 遠洋移船 用乾冰 然後把它冷凍起來 因為溫度低 反應比較慢 東西會比較保鮮 不容易操身 不容易壞掉 不容易壞掉 然後實驗室 我們講過 我們常常去九英燈加熱 然後溫度變高 讓我們反應會變得比較快 OK 會比較快 或者是 像我們加油站啊 瓦斯航啊 都嚴禁煙火啊 幹嘛 怕你那一點火 溫度一高 它就 碰掉了 就炸掉了 所以就是 要讓溫度呢 不要那麼高 常溫就好了 就是 溫度的營養因素 這裡的重點有 溫度越高 反應越快 但是沒有成 正比 這裡的重點有 硫帶硫酸納 加細菌酸的實驗 那個實驗 一 有黃色流沉澱 二 我做實驗的時候 沉澱量是 一樣多的 沉澱量是一定值 三 時間的導速 代表我的反應快慢 時間越少的 就表示我反應就會 越快 只有四 有關於 溫度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了解 注意的是